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今天早晨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聚会 首先我要围着美国疫情日益的严重化来献上祷告 所以我们也要围着目前美国的选举 总统还有很多的争议 越来越严重的这种情况也献上祷告 求上帝你的公义显明在这个国家 愿上帝的恩典显明在这个国家 让这个美国的每一个人都在主的保守 主的平安与他们同在 主我们这时候也围着我们新加坡的疫情 能够受到控制来献上感恩 愿主你继续的恩待 让我们新加坡的教会 能够不断地继续地来实行 来恢复这个实体的敬拜 主这时候我要围着 吉斯林的父亲黄和龙老先生 现上祷告 他现在是在安德烈养老院 求主你帮助他在中风的这段时间 有护士的特别的照顾 也保守他在每一天 身心灵都能够见赚 能够有信心地 能够继续地依靠主 虽然他孤单无助 身体的软弱 但圣灵的安慰与他同在 求主你保守他 能够在这一段老年的期间 有主美好的看顾 我们这时候要为作 今天林南牧师为我们讲解的 第六条诫命 不可杀人献上祷告 求主你让听的人 能够在其中 能够领受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命令 我们都存谦卑的心 能遵守这第六条诫命 我们将的祷告祈求 也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主内的弟兄姐妹 主日平安 欢迎来到新生命 敬兴教会 华语献上崇拜 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 来敬拜我们的神 诗篇27篇 一至四节 宣召我们 让我为大家读出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是我的拯救 我还怕谁呢 耶和华 是我性命的宝藏 我还拒谁呢 那作恶的 就是我的仇敌 全来 吃我肉的时候 就半叠扑倒 虽有军兵 安宁攻击我 我的心也不害怕 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 我必仍旧安稳 有一件事 我尘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张扬他的荣美 在他的殿里 求问 感谢神的话语 让我们同心 为敬拜来祷告 全能的创造主 我们今天早上 来到你的面前 献上我们的敬拜 和感谢 你是配得一切荣耀 颂赞的主 帮助我们 带着一颗欢喜快乐的心 宣扬你的慈爱和能力 让我们在敬拜中 与你更加亲近 更加明白你的心意 求你悦恼我们 心里向你献上的赞美 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声明 阿们 阿们 接下来我把赞美的时间 交给 立谦姐妹来带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早上好 准备平安 很高兴我们又能在一起 敬拜赞美主 一起聆听他宝贵的花园 思想他的好 更多庆祝他 立谈华园是应当称颂的 从近时至到永远 大人 当前我尽快的眼睛 让我永远 听你声音 心臟是你的好 更多与你来静静 你把我扔了歌唱 想你赞你我心意 将来我唱你送人 让我唱给你 成早成到月后 从花月到岛山 今来祝我为成熟你的愿意 成早成到月后 你也永不知悉 请安住一生静静地随你 我的天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也爱我自己 我的天我爱你 我爱你也爱我自己 我的天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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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我爱你也爱我自己 成早成人的月后 从花月到岛山 今来祝我 要成熟你可以 成早成人的月后 最爱用我自己 我爱你 今来祝你 今来祝你 我爱你 今来祝我 今来祝我 今来祝你 祝你 今来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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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来祝你 克ů 坚勿你 今来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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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来祝你 永远不犯你 永远不犯你 是在你一样的那是 你爱感觉 永远不犯你 永远不犯你 留心提名 才提名 往事有福定 下一个素 本是结果 再在思绪他 喜爱你的花蜜 都愿试下 曾是有福定 面对像葡萄树 我是子子 藏在你里面 爱我的天父 我是你孩子 永远不分离 永远不分离 是从没有人 而是那是你爱的绝 永远不分离 永远不分离 留在你里面 只要爱听你 我是如福定 永远不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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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你的花 曾经在我身上 你你是我的王 为你的王暂停在我身上 永远是孤独的王 为你的王暂停在我身上 你你是我的王 为你的心在你身上 在这里自告这个能力 我逼着你 我身上心 你的光临还有那么美 我与你 想哭你 祝你的我热心 愿你的火灯就在我身上 我永远是孤独的王 愿你的花灯就在我身上 你你是我的王 愿你的日子 你你是我的王 我永远是孤独的王 我永远是孤独的王 你不是我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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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深信 祢的花语是充满能力的 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的降福于祢 照祢的花而行 使祢的花语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荣耀主的名 祷告来奉主耶稣的圣灵前 Amen 现在是家事分享时间 欢迎弟兄姐妹 节目到朋友参与今天的崇拜聚会 祝愿大家蒙神祝福满满 身体健康 第二项是关于中文部成人主日学 今天的主日学将 会延后在3点30分才开始 主日学由我们的董牧师带领 教导出埃及记19章至40章的概论 有兴趣的弟兄姐妹 可以联系董牧师 向他报名 第三项是关于禁食与祷告 每逢周三午餐时间与教会同步进行的禁食 祷告会将会告一个段落 从12月开始 我们将会转变祷告的方式 重点是为信主的家人和亲友来祷告 第四项是关于新生命关怀中心的课业监督 会将在12月份暂停 直到明年1月恢复开办 但12月的吉他兴趣小组会继续进行 第五项是关于需要带导 弟兄姐妹有需要带导的事项 可以与董牧师来联系 他的联系号码是98172466 第六项是关于奉献 冠状预期期间 请使用银行转账方式做奉献 教会的银行账户是 UEN 198204057K 或者我们也可以扫描二维码 来做奉献 好 现在让我们来看今天的讲题 今天的讲题是 第六届杀人与死刑 经文是曲子 出埃及记20章13节 就是不可杀人 我们今天很高兴 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我们的灵南牧师 来为我们正道 我把时间交给灵南牧师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 到目前为止 我们主日崇拜讲到的是 来自出埃及记第20章中的十节 上帝的十节 前四节是在讲我们和上帝的关系 后面六节是在讲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 有一位主日学的老师 他正在教几位儿童 第五届 那就是当孝顺父母 在教导和谈论中 他问班上的同学 现在有谁知道 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 可否有戒律吗 一个机灵的女孩 小女孩就举起手说 不可杀人 当然我们知道 这小女孩不是真的想把她自己的弟兄姐妹给杀了 可能是七头话吧 不过我们在新闻可以阅读到 因一时的愤怒而杀人的行为 人为什么会杀人呢 人类的行动都出自于我们的价值观与信念 当一个人的内心累积着不同的价值观 而累积着许多不满的话呢 或者对别人带着憎恨 那个憎恨一到到了极点 就有可能就想对他人采取报复行动 杀人呢 是其中一种报复行动 可能让对方很快的消失 凶杀谋杀的案件 在很多城市以乎天天都会发生 即使在相当安全的新加坡内呢 也有谋杀案件发生过 就例如啊 我现在所住的地方 我的新家呢 就在王婆河 王婆River的旁边 在这条河呢 就出现了许多谋杀案件 今天呢 我们一起来思考 诸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三节 不可杀人背后的理念和意义 虽然这节很短 我的其中一位青少女就说 哇 这么短 能讲到吗 但我觉得我们需要时间 从圣经的观点 从上帝的观点 来看不可杀人这件事 上帝的十条节 第六节很清楚的说 不可杀人 在希伯来文里 杀人嘛 杀这个字是Rashah 这字原意不单单只是指杀人的行动 也包括了杀人的动机 因此Rashah这个字 应该解为不可谋杀 虽然我们圣经是说不可杀 不过不可谋杀会更准确 但圣经并没有禁止杀人 在旧约中 当人在地上 罪恶很大的时候 日夜所施的都是恶 上帝就用洪水 来除灭作恶的人 上帝准许在战争中杀人 因为有时候 战争是实行上帝的公义 消除邪恶实力的唯一方法 或者是为了自卫 出埃及记第二十二章第二节讲 人若遇见贼挖苦龙 把贼打了 以至于死 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 如果是为了保护自己 或保护自己的国家百姓的生命 在战场上杀敌人是无法避免的 但是要以善对待战俘 不可虐待 此外上帝也将权柄给司法人员 让他们可以对谋杀者 判处死刑 但必须在法律下公平 公义的审判 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第十二到十四节就说 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第十二到十四节 打人以至打死的必须把他自死 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 人是神交在他手中 我就设下一个地方 他可以往那里逃跑 人若任意用估计杀了他的灵神 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 也当抓去把他自死 对于不是须意谋杀 而是不小心误杀 上帝为他们设下了一个地方逃跑 等待城中的长老查明真相 如果真的不是须意谋杀 就可以留在逃城里 但是如果是须意杀人的话 就要被交回去 他必须为自己的恶行付出应有的代价 由此可见 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 或者为了仇恨而谋杀他人的话 这些人将被判死刑 这并不触犯不可杀人的诫命 重点是 上帝绝不准许我们用自己的方式 为了自己的利益 有计谋性的杀人 也就是谋杀 说到谋杀 创世纪第四章就记载 有一个家庭里面出现了一个谋杀事件 这就是哥哥克尹杀了弟弟亚伯 创世纪第四章第八节说 克尹与他兄弟亚伯说话 二人正在田中 克尹起来打他兄弟亚伯 把他打死 克尹为什么会杀亚伯呢 创世纪第四章第四到七节说 亚伯也将他羊群中生的和羊的自由献上 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贡物 只是看不中克尹和他的贡物 克尹就大大的发怒 变了脸色 耶和华对克尹说 你为什么发怒呢 你为什么变了脸色 你若行得好 岂不蒙悦纳 你若行得不好 罪就埋在门前 他必念慕你 你却要制服他 克尹又是怒 又是基督亚伯 因为上帝看中了亚伯的献祭 却看不中克尹的 我们从上帝和克尹的话得知 克尹的态度和行为就不好 他对亚伯产生了愤怒 与嫉妒 那怒与嫉妒呢 生出了憎恨 恨的念头呢 让克尹做出了杀亚伯的行动 我们生活在一个似乎从容 谋杀的世界 我们可以问 为什么这世上发生了这么多杀戮呢 问题在于人不相信上帝 所以人们企图控制自己的生命权 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所称为的 我们的灵魂致命的病毒 当然我指的不是COVID-19 我指的不是疫情 而是人的罪恶 使我们放下谋杀的行为 我们在克尹身上看到 人类的彻底的罪恶 也看到了人类的罪恶 那为什么我们不可杀人 或者不可谋杀人呢 那有三个原因 第一 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 生命都是平等和宝贵的 或许你会说 不是这样的 每个人的智力 是平等和宝贵的 没有一个人有权柄说 我要取他人的生命 因为每一个人 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平等的 第二呢 就是每一个人 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 样式所造的 先前我说 生命都是宝贵的 原因是在于我们每一个人里 都拥有上帝宝贵的特质 虽然这些特质受到罪恶的污染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公义 慈爱的阴影 我们也有良知 也可以分辨是非善恶 这些特质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 样义所造的 因此生命宝贵的因素 也构成我们和其他动物 植物的不同 诗篇第139篇第14节说 我要称谢你 因为我受造奇妙可为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心生知道的 第三点呢 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是归于上帝的 因为生命都是归于上帝的 所以没有人有权利 可以代替上帝 夺取他人的生命 创世记第二章里 又讲到上帝在创人的过程中 将他的灵吹入我们的鼻孔里 于是人成了有灵的火人 一位叫约翰·加尔文 是16世纪出名的神学家 他说 人既是上帝的形象所造的 如果我们不想破坏上帝的形象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邻居 和生命设为神圣的 我们得珍惜他人 就像我们珍惜自己的肉体一样 就因为这个原因 人是上帝创造的 那人的生命呢 是尊贵神圣的 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惜他人的生命 绝不可能 绝不可以摧毁生命 这包括摧毁别人的生命 也包括摧毁自己的生命 那我们现在如何看待自杀 堕胎和安乐死呢 自杀呢 是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 大多数选择自杀的人 是认为人生道路已经走到尽头 对人生感到非常失望 甚至于失去活下去的信心 以及勇气 我们很同行那些活在绝望中 无力向前的人 我们要鼓励所有的人 你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 样式所制造的 独一无二 就是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你选择自杀来脱离困境的话 你的家人亲友都会感到非常忧伤 所以爱惜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是属于上帝的 是如此的尊贵神圣 来亲近耶稣与主同行 靠主胜过黑暗 胜过苦难 和任何的生命中的挑战 关于堕胎 堕胎是夺去无辜的生命 可悲的是在很多国家 堕胎是合法的 我们再次回到圣经诗篇第139篇 第13到16节 这诗篇清楚地指出 我的肺腹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 你已伏辟我 我要称谢你 因为我受造奇妙可为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心神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 在地的深处被联络 那时我的形体比不像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体质 你的眼 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诗篇告诉我们 我们在母体中的婴孩 已经是有了生命 只是为成熟出生罢了 除非是为了挽救母亲的生命之外 任何堕胎行为 都是对无辜无助的婴孩 算是一种谋杀吧 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 样义所造的 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是属于上帝的 生命是尊贵神圣的 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惜生命 关于安乐死 安乐死是指由医生用药物 帮助病人尽快结束生命 这些病人一般都是那些 面临领畏 已经无法医治的病人 这些都是帮忙他缩短受苦的时间 以尽快结束他们的生命 但是生命是属于上帝的 只有上帝有权决定一个人该活多久 我们怎能为别人决定他们该活多久呢 生命这件事只有上帝才能做主 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听见上帝的诫命 不可谋杀人 或许我们会想 我们从来没有杀过人啊 我们甚至连 我们有些人甚至连蚂蚁都没有杀过的 这跟我们有关吗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21到22节说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 说不可杀人 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 凡骂弟兄拉家的难免公会的神端 凡骂弟兄是魔力的 难免地狱的我 为何主耶稣会把动怒 以杀人连在一起呢 拉家的意思是废物 魔力的意思是 蠢蛋或笨蛋 我们可以 我们可能以为 这只是骂人的话嘛 废物啊 垃圾啊 蠢蛋啊 笨蛋啊 这是小事嘛 骂人 没什么啊 但是呢 主耶稣是说 这是心中的恶 主耶稣的意思是 因为心里有骄傲 认为自己比别人 比对方优秀 比对方尊贵 所以呢 言中呢 就不自觉地流露出这种恶言 马太福音第五章21到22节 与出埃及记第20章第13节的共同点 就是让我们看到了 我们身为人类的罪恶 人类的堕落 无论心中的罪恶 或者是罪恶的行为 都来自人的罪行 出埃及记20章第13节 就宛如一面镜子一样 举个例子来说吧 如果我说 不可想一辆红色的车 我们都会想起一辆红色的车 无论是任何品牌吧 出埃及第20章第13节说 不可谋杀人 也有着同样的效果 我们或许会动怒 想到在听这节的时候呢 我们会或许动怒 想到想除掉的人 或者想到不同谋杀的办法吧 又或许我们会联想起 人类杀人的行为 这节命不但让我们看到了 耶利米苏第10章第9节的真理 人心都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谁能识透呢 也让我们感恩 因为我们意识到了上帝 所给的慈爱与恩典 他不但给我们生命 圣经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因为神猜他的儿子将是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仍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罪已定了 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这是从约翰福音第3章第16道 直八节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人的生命在上帝面前 特别的尊贵宝贵 虽然我们的生活不容易 竟在疫情中更是困苦 更是艰难 但我们却有上帝满满的爱 常常相随 面对战争 死刑 自杀 堕胎 安乐死等等的议题 我们都需要用圣经 来查验上帝的心意 第六节 不可杀人 我们会灵香气 我们的生命 跟周围的人的生命 都是一样宝贵 一样尊贵 一样神圣的 因为我们 都是归于上帝的 让我们 以爱 以宽容的心 来接纳彼此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父神啊 面对战争 死刑 自杀 堕胎 安乐死等的议题 我们都需要你的话语 来带领我们 让我们知道 你的心意 教我们如何 尊重和爱惜 生命 今天的节命 让我们 感到感恩 因为我们意识到了 你所赐的 慈爱 与恩典 无论是我们心中的 罪恶 或者是罪恶的行为 都来自我们的罪行 我们感谢你 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自毁灭 信他的 不被定罪 反得永生 感谢你的恩典 奉主基督 耶稣的名求 阿们 今天的回忆 是跟生命之道 神经都是在神的 天地 神明也俗基督 阿神如神地死的自教 无缺无缺无缺 生命最高的体验 我的独自无痛远 没在阻挡 听在阻挡 生命最高的体验 没在阻挡 听在阻挡 生命最高的体验 在阻挡 听在阻挡 听在阻挡 没在阻挡 听在阻挡 是我 才美死我生的 做我爱主应的 生命最高的体验 我今处心不动了 没在阻挡 听在阻挡 生命最高的体验 没在阻挡 听在阻挡 生命最高的体验 在阻挡 听在阻挡 听在阻挡 主必经自尊全 毕竟 让发 鼻鼻甘甜 如月满 听在阻挡 听在阻挡 生命最高的体验 我今处心不动了 没在阻挡 听在阻挡 生命最高的体验 没在阻挡 听在阻挡 生命最高的体验 我愿意 听在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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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处心不动了 没在阻挡 听在阻挡 生命最高的体验 没在阻挡 听在阻挡 听在阻挡 生命最高的体验 感谢神 我们来到聚会的末了 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 我们一起领受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永不改变的慈爱 和圣灵的交通与感动 与你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Amen 我们再见 请按赞订阅 Amen Amen Amen